不是为是好 武汉三镇雅冠书球一大根源问题曝光 铭记四字怒火炮轰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国族溃败 反腐风波 宣翻 足协重建 截止到现在仍然收效盛位 很多球迷一直都不理解 为什么十几亿的中国人挑不出11个精英来踢球 为什么我们的足球会越来越不职业 越来越陷入了谷底呢 其实从这一次的雅冠书球 就能看到根本原因了 很多球迷认为 雅冠比赛武汉三镇输球的关键反转 是因为伪士豪情绪失控 直接导致比赛从优势走向劣势 最后惨败输球 但其实并不是 众所周知 足球是团队协作的体育项目 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决定胜负 如果是这样 那一个人上场就好了 跑死跑活 都是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和指责 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整个球队的所有成员 没有达到最佳实力发挥水平 而国足除了底子差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态度 不够热爱足球 不够敬畏比赛 根据知名体育媒体人 恶魔张池怒火炮轰 足球球员邓涵文 他表示在抵达越南后的训练 几名球员提前离场 当晚在越南著名的啤酒街遇到了其中一位 同行的是一个翻译和一个当地友人 当天的比赛 该球员提前被换下场 请问你是来旅游交友的吗 今天的比赛如此不正常 比赛结束后 现场继续战斗的声音 他认为很讽刺 知道现在的球员很牛 心里压根瞧不起球迷 但他管不了别人怎么想 还四个字怒怼 让该球员不踢滚蛋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